来看到这位在刚果扫毕业的少年 因为缺钱打网咖 结果居然动了歪脑筋 他一副轻松的模样走进一家宠物店 拉开了抽屉直接偷走在其中的四千块钱 得手之后还能够非常轻松的来跟店员聊天 而短短几个小时就把这些钱全部都给花光了 他的祖母被通知到了警察局 无奈的说因为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 那妈妈呢自己年纪又很大了根本管不动 也搞不清楚现在该拿这个孩子怎么办才好 穿着黑色衣服的小男孩 简直把宠物店当成自家厨房 在里头的办公室也大啦啦走进去 结果下一个动作却是 他在偷偷这样打开抽屉 很怕发出声音 他自己也没算了拿走了以后 发现他拿四千块 蹲在旁边是干嘛 应该是在逗那边狗一只狗 轻手轻脚就拿到四千元 狗狗似乎有发现跟了上去 而小男孩还若无其事的 和忙着捡狗毛的店员打招呼聊天 解决之后又走回办公室 晃一晃再离开 而且大摇大摆根本没有把偷钱当成一回事 他发现说他自己偷到四千块 然后在转角的时候遇到他朋友 然后这个朋友跟他借钱 他也相当大方就分了两千块给对方 然后自己剩下两千块 然后到网卡去 一个短短数小时之内 就把这账款的花用带尽 寠物店直到打烊清点现金 发现短少四千元 调出监视器才知道 时常流连寠物店的小男孩 竟然是小偷 祖母来警局的时候 他是讲说因为 这个少年他平常父母亲都忙着工作 然后祖母年纪也大了 然后没办法管教 然后少年因为暑假期间不用上课 然后就是沉迷网卡 想他网卡没钱就去偷 十二岁的苏星少年 今年才国小毕业 奶奶年纪大实在管不住他 隔代教养问题 让小男孩的成长过程 多了一个窃到罪的污点 中天新闻 许志明 李小林 特别报导